全国政协开会讨论推动互联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路透引述消息说会议由全国政协主席光阳主持 副总理刘鹤将会发表讲话 与会人士包括多个身兼政协的民营科技公司高层 例如百度创办人李彦宏 榜络安全软件商360创办人周鸿一等等 官方人民正协报报道 政协今年重要商业题目之一 是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政协专题调研组已经在北京和阿里巴巴等总部所在地浙江 与企业代表专家学者深入交流 港股年升第三日 科技股支撑底下 恒指高开之后升幅很快扩大 信誉急升一成 阿里和京东升超过半成 小米和网易和美团升大约4% 上海市正是分阶段复工复产 新能源汽车行业产能利用率大约4成6 汽车股有追捧 吉利升近8% 比亚迪升6% 长汽升9% 本港一个月策息由升转跌 港元策息普遍向上 但当中策息挂钩案揭积 即是H案的主要指标 一个月策息回落至0.188里 隔夜策息就连跌5日至0.041里 反映银行资金成本的三个月策息连升9日至0.853里 是近两年的位 港股升超过600点 收复2万点大关 年升第三日 行指高开超过200点之后 升幅持续扩大 未市最多升过676点 收市仍然升652点 报20602点 升市成交增加3成3 有1241亿 科技股一些业绩的表现 特别就是腾讯业绩的状况 但一旦那个业绩表现 可能相对有一个比较差的情况的话 都不排除可能会对于市场的气氛 有些比较上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就初步看 我相信你说港股 在短期的时间 都仍然会在大概是2万点这个位置 都是上下注先的 全国政协开会讨论 推动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 腾讯、美团和阿里巴巴 齐齐升5至7 三个股份合力推高恒指250点 法改委表明要特别解决半导体等行业生产困难 加上环球晶片商家价 华控半导体升超过6% 京东业职前股价升超过7% 手机设备股有追捧 信誉反弹1.3% 是征服最大蓝筹 并且二传入高位收市 支付有管理层人事变动 收市急性1.4% 金融股有份支撑大市向上 获得大行唱好的超行升超过7% 有邦和港交所齐齐升超过4% 碧维员计划发行公司债券 股价回吐1% 是表现最差蓝筹 憧憬内地将会推出 新一轮汽车下乡政策 长期五年升 收市再升一成二 未来亦急升一成 内地上个月 全社会用电量按年倒退 电力股年日挨沽 华能和华电国电 跌百分之二至三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 行政掌公林郑月娥表示 疫情处于低位胶着的状态 如期今晚星期四放宽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 我先由莫放选手 一餐饮厨所 可以供堂食服务时间 会延长到晚上11时59分 但由于早前提早了每台8人 所以在第二阶段 仍然都是每台8人 但宴会的活动人数上限 就會由20人上升至120人 酒吧和酒館可以重新開放 營業時間到凌晨1點59分 現在恐怕是在低位膠著的狀態 所以已經有十日八日 我們見不到有個明顯的下降 但是它也沒有明顯的上升 但是與此同時 也有一些群組感染出現了 據保內地沒有按時更新境外機構 人民幣債券交易的數據 彭博恩純消息報導 自上星期五起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沒有更新境外機構 每日淨買賣境內債券市場數據 目前未知原因和會否恢復更新 可能由於疫情或節日因素而有所延遲 另外中債燈也沒有更新 4月境外機構持有境內債券的餘額 中債燈回覆指相關數據正在編制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就沒有回應報道 彭博統計境外機構在2月和3月 大量減持中國國債 累計達到872億人民幣 規模是有紀錄以來最大 投資基金工會表示 會員對內地與香港基金會議安排感到興趣 但認為要作出優化才能吸引更多基金公司參與計劃 工會系今年1至2月進行調查 在回覆的31家基金管理公司中超過3成已經參與計劃 超過2成也即是考慮、研究或計劃今年參與回應安排 但也有2成基金對計劃沒有興趣 會員認為目前的回應安排有較多限制 如果能作出改善 包括取消基金要在香港註冊、減化審批時間和流程等 相信能夠吸引更多基金公司參與 受訪基金公司表示 如果放寬相關的規定 有4成半計劃推出股票基金 推出多元資產基金的超過3成 不過投資基金工會說 目前本安實施嚴謹的防疫措施 對業界的經營造成很大的影響 譬如熔斷的機制 或者檢疫隔離的安排 真是帶來在做生意上很大的不便 亦都海外的一些投資者 或者是公司的一些高層人士 他要來亞洲那裏造訪的時候 可能都避開了不去香港住 如果每一次他出差的時間 回來要隔離7天的時候 變成他每一次出差 唯有個天數要去久一點 他那個準備是很難的 所以我們上次都說 很多一些regional Asia region的公眾 變成那些人員就移了去新加坡 他又說受到疫情和加息等因素影響 3月的基金銷售有所回落 相信如果環球市況回穩 疫情緩和等 有利金融市場的氣氛 無線電視機者吳傑星報道 香港總商會新任主席 阮蘇笑眉子 希望後任行政長官 可以盡快恢復香港和內地 以及外國的往來 對後任的特首李家超先生 領導的特區政府 期望他們有三大的優先工作 恢復和內地和全球各地的 免檢疫通關 是重振我們的經濟 加強我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和商業中心的地位 第三很重要的就是吸引和挽留人才 維持我們香港的競爭力和繁榮穩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前宣布 將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 SDR內的權重 由10.92%提升至12.28% 其實特別提款權是甚麼 人民幣的權重獲提升又有甚麼作用 SDR全名是Special Drawing Rights 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在1969年創立 最初的成立目的 是支持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 金匯對本位制 如今主要用在IMF的成員國 和IMF以及國際金融組織等 官方機構之間的交易 而由1974年開始 SDR組成改為一男子貨幣 目前這個男子貨幣主要有五種 分別是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 根據剛剛公布的審查結果 貨幣相同、比重就不同 在變動之後 美元和人民幣比重都有增加 當中人民幣增加1.36個部分點 其餘三種貨幣的比重下跌 今次在SDR貨幣男子當中 人民幣的比重獲提升 反映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當中的地位 以及國際貿易的重要性 國家財政報紙提前向大型企業實施退稅 但各位預計內地經濟很快恢復正常 內地4月以來的疫情和風控措施衝擊經濟 國家財政報說目前經濟發展複雜嚴峻 不確定因素增加 堅持運經濟以迎接二十大的召開 過往注重為中小微期減稅降費 今年會重點實施增值稅留底退稅 即是退回未扣的稅額 以增加企業現金流 大型企業也會提前受惠政策 預計全年退稅減稅降費約2.5萬億元 其中增值稅大規模留地退稅是主要內容 全年退稅約1.5萬億元 當然也包括中興 微信和小型已經在實施 那麼我們想提前中興和大型的要提前實施 今年以來為企業減輕稅費 超過16000億人民幣 已經佔全年目標64 國家財政部說4月退稅規模超出預期 有8000億人民幣 預計會令收入按年減少3.7元 而東部地區的退稅規模更大 中央會彌補地方的資金需要 部分安排在下年用的資金 預計要提前下達去到地方政府 相信經濟長期向好 財政收入將會穩步回升 內地4月城鎮失業率惡化 法改委說未來優先補就業 有鼓勵返鄉創業 並且監測重點行業復工復產 特別要換解半導體等行業的困難 目前正研究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相信外資企業對內地經濟有信心 無線電視記者出席報道